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内文讲到 在心里面认定教会某些职位 只可以由男性担任的那班人经常指出 耶稣选12位门徒 即是我们现在常称为12使徒 全部都是男性的啦 没错 这个的确符合圣经时代的习俗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耶稣的身边经常都有一班妇女围绕着 他也都经常跟这班妇女交谈 而耶稣也都从未担心过 周围的男性会因为这样 而对他有歧视的眼光 最值得注意的是 这班妇女在耶稣复活之后 是最早跟耶稣见面的那班人啦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之中 提到有一班妇女 其中有一些是因为身体 或者精神上的疾病得到医治 而对耶稣感激不尽 并因为这样成为忠实的信徒 而其中也都有一些是 耶稣能言善道 给我们感觉到是对的 他们而是积极参与耶稣的传道工作 并且愿意因为这样的目的 而投入自己的资源 新药所呈现的是 耶稣呼召男人和女人 并且得到两方的支持 耶稣时代的社会 存在着很多歧视妇女的行为 但是在主的眼里 男女是完全平等的 我们一起祈祷吧 慈悲公义的主 你眷顾男人和女人 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 我们感谢你 我们永远都可以来到你的根前 奉主耶稣基督的明智祈求 阿们 想了解更多 大家可以参与 路加福音八章一至三节 今天的时间讲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